我对手是铁虎 第二局其实他一拳把我打晕了你知道吗 也根本不知道是他腿还是用拳把我 然后就是在我回来看录像的时候 就是这拳把我打断片 刘海龙子 一个边腿踢空了一个转身 他一个摆拳打在我这个地方 最薄弱的地方 好在没打到这 打这击Q了 后主拳击中对话 四分他一分是赢他了 倒地了 没有说但是也要扣分的 这也是 先腿看击中头部 接着一个后摆拳对方倒地了 这样的刘海龙翼4比1的分数 赢得本场比赛胜利 将重量级金腰带留在了中国